現在也由於金磚峰會想要降低美元的影響力 不過我們大家看到金價最近大漲 反而會促使去美元化嗎 黃金的價格不斷的飆升 分析師已經大膽預測了 到2030年金價有可能會飆升到4800美元 因此著名的經濟學家 這個是安聯首席的經濟顧問就已經說了 這一波金價上漲的原因很不尋常 可能就隱含著美元體系要崩潰的危機 另外說到了沙特 沙特現在要專門興建一個中國特區 這個地方蓋在他們的機場 然後規劃佔地是4平方公里 當然重點放在製造業物流跟貿易等等的領域 沙特非常的聰明 他除了說在他利亞德北部要蓋一個新區 那個新區有點像北京蓋雄安新區 或者上海蓋普通新區一樣的 你蓋這個新區 你要找誰蓋 當然找中國蓋 找中國蓋 他就要囤一點人民幣 以便付給中國相關單位的薪資 或者用 如果再付美金 中國也會收 可是問題 你賺到的錢再轉成美金 然後再轉成那 中間會有這種價差就被賺走了 因為做CFO財務長的人 對這種差價都非常的斤斤計較 他才幫忙把整個資金效率應用到最好 所以沙特也有這種需要跟特質 那你說除了這個中國幫你蓋新的市區以外 你當然也希望說來參加這些廠商 這個新區很大 從通訊 道路 什麼一大堆 公司項目很多 家電一大堆 那請問你一下 那這些廠商 聰明的人就把它留著 你不要完全都在中國大陸 組裝好的送來嘛 你有一些東西在我們這邊做嘛 我就可以一個小小的工業區出來了 所以他們想到這一點就說 那好 我就在我機場旁邊 弄個工業區 那邊什麼稀奇啊 我們台灣也搞過這個概念啊 哎呀 我這個在距離桃園比較近 那我就在新竹搞一個工業區 然後我在高雄在小港旁邊 什麼搞一個什麼敲頭是不是 搞個工業區 因為工業區做的東西 不是要存起來 要運出去 要運出去就要很方便的運輸道路 那離機場 離港口 當然是最好的東西嘛 所以這個沙特這樣想說 哎 我順便拉一些中國廠商來 那你們在幫我做各種工程的時候 你們有些東西 就在那邊加工就好了嘛 那我們沙特人口 也許不適合完全來擔任什麼職務啊 但是你們這樣職務 也可以增加我們國家的消費力啊 所以這是經濟考慮 他想要做為中東的一個製造業中心 一個旅遊中心 一個金融中心 這個實在是沙特王廚 我覺得沙特王廚這個人 滿有雄心壯志的 我是覺得比他們以前的那些 蘇蘇白白 蘇蘇白白們 比較認真做事啊 因為這麼有錢的家庭出身 願意這麼賣力在做這些事情 真的很難得啊 再來我們說那個去美元化 或者說所謂的 美元會崩潰的危機 美元會崩潰的危機 不是因為別人做去美元化 是因為你美國自己搞鬼 他才會垮 我先跟大家解釋這個概念 那你今天俄羅斯說 搞一個什麼機制啊 清算啊 跟去美元化無關 為什麼 中國的所有的義務的廠商出去 還是收美元啦 你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請麻煩你這個 收盧布 收盧比 義務的廠商 你跟他說no no 就不出貨啦 要不然你給我歐元嘛 最起碼你給我歐元嘛 為什麼 因為這好變現嘛 那你現在面對的這個俄羅斯 所謂的用一個架構去美元化 其實是中國在幫俄羅斯 是度過困難啦 等於是給你一個很大 他現在走出來 好不好 就來一個支援系統嗎 我來一個清算銀行 反正對中國來講 多一個也沒什麼差別嘛 但是好戲還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那好 那印度要嘎一腳 印度的盧比沒有人要 所以到時候中國就要 要傷腦筋啊對不對 他說哦中國我跟你很好 我一大堆盧比跟你換人民幣 你看這第一帥將軍 第一個在搖頭對不對 換了以後 你捧著盧比要幹嘛 你不想要幹嘛啊對不對 那印度拿到人民幣 轉手就換北了啊 因為人民幣在市場上很流行 很通行啊 我跟各位解釋 一個貨幣通不通行 你看一個指標就很清楚 在那個機場 我們不是每一個人 比如到印尼去買什麼幣啊 到越南買什麼幣啊 到美國買什麼黃金啊賣美金啊 你注意到買進跟賣出那個差價 那個差價越小 越想要流通力越高 所以他買進很容易賣出 賣出很容易在買進 所以差價很小 但如果買進賣出的差價很大 那表示說在這個機場 或者這個市場裡面 流通性很低 你看那個表就很清楚了 人民幣以前那差價很大 後來一直縮小一直縮小 表示人民幣的功能 跟流通性在加強 它現在離美元的差價不遠 尤其在台灣幾乎是一樣的 那個差價的比例啦 所以這是人民幣的 成為國際貨幣的條件 但能不能去美元化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人民幣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中國大陸是一個初超國家 初超國家只有資金流入 貨物出去資金流入 那資金不斷的流入 別人就拿不到人民幣啦 人民幣是國際上短缺啊 可是每個人手上可能很多的美金 很多的歐元 那你不能叫中國出口商說 歸人民幣只能說人民幣 只能說盧布 我想中國不要那麼笨吧 所以人民幣還是會在這個貿易上 取得很大的一個支付的功能 注意到只有貿易決定貨幣 沒有辦法拿貨幣決定貿易 那俄羅斯的國際貿易量不大 所以中國只是幫他忙 因為拿了盧布賺來賺去 沒地方用 中國讓他換成人民幣 讓人民幣 換成人民幣 再換成其他的貨幣 印度不是本來扭捏 揍他也不來參加嗎 對 他為什麼跑來 很簡單啊 幾個理由 第一個跟中國的邊境糾紛 有了基本上的解決 他拿到他該要的 就是中國也不跟他炒什麼領土問題 兩方面軍隊在巡邏的時候 畫好路線 你走右邊 我走左邊 我永遠看不到你 你永遠看不到我 就是脫離第一線 那中國有沒有什麼好處 也有啊 中國就 印度答應中國說 這個 他的港口 他的機場 他的任何東西 不可以成為敵對勢力 來攻擊中國的一個途徑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